节日狂欢 周年庆兑换 这边可以兑换两个镜条 直接给他兑换了 活动还有两天就结束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都兑换到镜条没有 然后小鱼接下来的话是想兑换一个称号 这个称号的属性小鱼感觉还是不错的 大号我小鱼 今天们继续来玩奥特曼王者传奇 今天小鱼想把我们的赛罗 给他进界到觉醒 我们看一下 这边还插四个赛罗圆皮 然后进化时还差了很多 我们先来兑换几个完整的赛罗圆皮 这次的活动也是给了非常多的 这种SSR的英雄碎片包 然后这边幽啊碎片的话 209个 这边马上就可以兑换两个完整的幽啊英雄 小伙伴们 这次的活动小鱼说话还是蛮多的 我们先来兑换赛罗 选择到奇迹之光 这里千万不要手抖 小伙伴们 好的320个碎片 合成4个 这边进化时还差了很多很多 小伙伴们 来看一下有没有英雄可以回收一下的 重申一下以前生过的英雄 看一下这一个卡米拉 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 这边要999个钻石 小伙伴们 这个好贵啊 真的是贵啊 我们看一下啊 总共是获得了16000个精华石 感觉还是亏了很多精华石啊 对 最后觉醒的话是需要进阶段城市质量啊 哇 今天感觉觉醒不了了 小伙伴们 这边还差一个符文啊 明天吧 明天我们把这个符文箱上去 就可以把赛罗原皮 觉醒了 小伙伴们 升到城市的觉醒非常的关键啊 这个赛罗原皮打副本 那是非常的厉害啊 小伙伴们 我们这边有12个召唤道具啊 我们还是打低等级的 打25级的 好的 我们这边连打了三只低等级的节日 Boss 我们看一下能力凝取到多少东西吧 咱们打低等级的主要是获得这一个命运语识啊 这个可以获得90个 可以把我们的翅膀提升下等级啊 然后羽翼碎片24个 优娃碎片包18个 可以的 不错呀 小伙伴们 来把把翅膀升一下啊 小鱼这边还剩一个翅膀没有提升到四戒啊 因为我们还有一张四戒的图纸嘛 对不对 好的 我们来挑战一下本期的英雄大乱斗啊 来挑战一下本期可以选择一个觉醒的雷杰多 这里要说一下雷杰多当队长还是不错的呀 他可以提升暴击几率 然后欧布袁生 齐梅拉贝罗斯 这边的话我们辅助英雄够了啊 我们再来一个输出能力比较高一点的英雄 来吧 赛文21啊 这个英雄也是很久没有玩了 这个赛文21 成绩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小伙伴们 老玩家一般都知道 这个赛文21成绩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SSR英雄 现在也看不到有人用了嘛 对 主要他的伤害非常的高啊 这个赛文21 他的大部分的攻击啊 都是一个毒性攻击 就是根据英雄的一个生命值来扣血的 这样的一个攻击啊 非常非常的给力 但是自身的话还是有一点脆的 对 感觉就跟银河维克特利一样吧 输出很高 但是他自身的话是比较脆的 现在也是上不了主力了吧 对 来啊 我们看一下赛文21的一个伤害能力啊 先来翻一下牌子 现在小鱼最想要的就是这个星星啊 如果看到有两个星星的话 咱们是果断全部领取的 对 花840个钻石买到两个星星 还是非常划算的 我们看一下啊 321的伤害确实真的是非常高啊 小伙伴们 继续来挑战一下 挑战一个怪兽之王 怪兽阵容 我们还是这三个英雄吧 再搭配一个SSR英雄 看一下这次我们搭配谁啊 这边有贝利亚 贝利亚的话不玩了吧 搭配一个杰洛怎么样 杰洛这个英雄也不错的 对也不错的 在SSR当中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英雄 杰洛的话主要是他的大招很给力啊 小伙伴们 他可以召唤出一个分身 分身的话伤害也是非常高的 同时的话 他是比较灵活的一个英雄啊 可以的 杰洛一个大招下去 召唤出了一个分身看到没有 这分身的话伤害也是蛮高的 在伤害上来 说还是对比赛网21要查了很多的 对 但是用还是可以用的 解决这个英雄的话 他的碎片或许方式非常简单啊 比赛网21好身心一些 对 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啊 感谢大家观看 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呀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都在这个周年庆 兑换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可以在留言区讨论一下哦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